我天 我让你天天做梦 梦的你恨我 我以为你死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猫说电影 小猫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国产电影 思姑 1998年的一天 单身母亲美丽带着年仅两岁的女儿逛街时 不小心把女儿弄丢了 她在惊慌中四处向路人求助 可路人却只是建议美丽 去到网上向网友求助 面对这些冷落的人 美丽伤心到了极点 她非常绝望 但却毫无办法 华哥是一个漂泊了十几年的人 这十几年 她带着有限的家当 以及满满荡荡的寻人启事 横跨了中国的大半个地区 只为寻找她那失散多年的儿子 身为农民 她靠着一台破旧的摩托车 奔走在祖国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 15年的漫长旅程 早已不敢奢望和十四个镜头 15年漂泊在外 孤苦无一 但是老雷始终没有放弃 期间的也有很多好心的路人帮助她 给她老雷送送饭 加加油 而老雷也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当有人帮助她时 她就会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 等她找到儿子了 以后再把这笔债慢慢地回报给社会 多年的寻找 一直渺无音讯 这天 老雷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添寻人启事 也是在找被拐卖的孩子 老雷知道丢孩子的父母是怎样的心情 于是她便私下寻人启事 去打印店放大孩子的照片 本则找一个也是找 多一个也无妨的想法 从此她的模特车上又多了一面棋子 通过热心网友的帮助 他们告诉老雷 在泉州有一个年纪 什么的都很符合她孩子的消息 老雷也在那里 见到了15年前被拐的孩子 不过很可惜 这个孩子不是老雷的儿子 寻找多年 以为终于找到的希望 又一次破灭 老雷不死心的想让孩子 跟着他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那孩子的养父拒绝了 还把老雷推到海里 这天老雷骑车的时候 精神恍惚 发生了车祸 被当地一个年轻修车师父小郑救下 小郑帮老雷修好了摩托车 并且小郑告诉老雷 自己也是一个被拐的孩子 因为看着老雷15年的寻止生活 想着自己的父母是否也在寻找自己 老雷也把小郑当成自己的孩子 体验着为人父的感觉 期间问了小郑很多问题 比如你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 妈妈有没有给你讲过狼来了的故事 被抱走时 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 一番询问后 老雷决定帮小郑找到自己的父母 不过仅仅凭着记忆中的铁锁桥和竹子 想要找到亲人 是极其困难的 这边 美丽的女儿在车站被网友发现 并在警察的协助下 夺回了美丽的女儿 可一直没找到孩子的美丽 因为伤心过度 早已跳海自杀 而这边的老雷两人 在多次的寻找失败后 他们得知美丽的女儿 是通过广大网友找到的 随后他们开始网上疯狂的发帖 越来越多的网友 知道小郑当年失踪的事情 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没过多久 有一个网友 根据小郑留下的线索 准确的找到了小郑当年的父母 随后老雷和小郑 在网友的帮助下来到了小郑小时候的村子 原来因为这些年的改建 之前的铁索桥早已不见 所以小郑才会一直都找不到 最终小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看到小郑和家人的团聚 老雷很感动 没多久 便一个人骑着车离去 因为他还要继续寻找他的孩子 继续完成他那未完成的梦 即便希望渺茫 但他从未放弃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小猫的朋友不要忘记关注哦